我現在就來正式在跟大家 就是介紹一下 我的老公 沒錯 我們結婚了 其實我是剛出道的時候就跟他在一起了 他之前有跟我開過晚上 他就說 你跟我和好該不會是因為你後面交的都很爛吧 我現在就來正式在跟大家 就是介紹一下 我的老公 沒錯 我們結婚了 為什麼感覺很像 吃不關己 大家不要被他的外表騙了 他其實很愛我 自己講後面有點心酸 其實簡單來講呢 我跟我老公其實算是在序前緣 因為我出道多久認識他多久 然後在一起三年分手七年 然後現在結婚半年的新婚夫妻 我們是今年2月14號結婚的喔 2月14號是有特別挑過的 2月14日就是情人節 因為我怕忘記啊 老公你就坐在我旁邊那我完全不講話 但會以為你是實話 他剛剛應該有講話吧 因為我怕他以為他是什麼 不能說話還怎樣 其實我是剛出道的時候就跟他在一起了 對但是因為那時候就是礙於 可能公司的一些規定啊 就不能公開 然後因為我老公還陪我經歷了人生最低潮的時候 就是我妹妹離開 然後那時候覺得我的身心靈狀態都不是太好 然後我就想要用工作麻痺自己 工作量就突然變得很大 然後又不能夠公開 然後我們就是很常因為一些小事情吵架 所以我們就分手了 對然後後來再搭上線是因為他工作的關係他要找我 我們有一個整合行銷 然後就想說跟他比較有關係 就是詢問他的意見 可是那怎麼會突然就決定就結婚了 好我跟你講其實是我把他硬求回來的 他之前有跟我開過玩笑他就說 你跟我合好該不會是因為你後面交的都很爛吧 沒錯答對了 其實我在沒有跟我老公合好之前我已經兩年多 就是完全沒有交任何的男生朋友 我是完全隔絕男生就是覺得說 我不要再交了我不要再認識新的人 那時候還甚至去問了一些專業人士 然後去找那個國外借金生子 我也找到人選了 而且那個還很帥 對都已經聯絡好囉 然後結果後來那個人突然聯繫不上 然後聯繫不上之後我們就開始煩他的經濟公司 突然他經濟公司也聯繫不上 等我跟我老公有聯絡上之後他們才 偽偽到來說他們可能後來就沒有要捐就消失了這樣子 感覺好像是安排好 明明之中注定的 對然後我 對我就因為這樣子我就更加深 我就覺得說我這輩子就是我已經非他比較 我一定要把這個男人就是懶在我身邊 因為我老公跟我在一起的時候是 完全沒有對我不好他就是對我最好的 像我那時候跟他在一起三年他每天幫我吹頭髮 每天喔沒有一天間斷 現在比較偷懶 結了婚之後有差 然後我就想說那就是差不多和好 快一年我們就可以結婚了 我自己有自己的腦海中的一個很完美的藍圖 我就跟他說你可以答應我今年的生日禮物嗎 就今年9月4號還沒到 他就說幹嘛 我就說我們可以去公正嗎 然後他就說不要 他就說為什麼要是你生日 我說因為我會忘記啊 我覺得這樣比較好奇 然後我就說那不然你的生日也可以啊 那不然還是聖誕節還是什麼 因為我覺得腦海中能想得到的 比較不會忘記的節日 什麼國慶日啊什麼什麼的 反正就是可以 對沒關係 因為我們我們的主打只是說不要忘記 怕忘記結婚今天只是因為這樣而已 對然後他就一直給我拒絕 然後我就很難過 我就坐在那邊其實有點傷心 他就突然悠悠的說 我覺得要算你 我說好 因為我們有認識一個朋友 然後他就算他就說 欸那你們可以 2月9號結婚 我們當時已經1月多了 我們想說蛤 也太快了吧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2月 那2月還有什麼日子是比較好 今天有上網查一下2月9號好像沒什麼日子 然後後來就看2月就是2月14情人節 所以我們後來就決定就是情人節 然後去預約公正 因為很趕對不對 我們戒子也是戒的 戒子是跟他朋友戒的 然後禮服也是戒的 然後車也是戒的 我們的戒子現在是非常的臨時 因為我們真正的戒子還在日本 所以我們等一下的戒子就是非常的樸實無華 懂嗎 他們是扣別人的 腳跟別人戒的 頭髮的髮飾也是戒的 然後戒完婚拍完照之後一一拔起來 然後給我妹妹說 你要記得幫我拿去玩 你戒子也戒的 你今天什麼是真的 你戒子也戒的 禮服也戒的 都戒的 老公是戒的嗎 老公戒的嗎 其實我也是戒的 其實我看你們的那個紀錄影片 包的跟肉粽一樣 然後就發現至終沒了 才該慢慢把東西拆下來 對對對 因為我們很怕被發現 對啊 後來發現其實也沒那麼好啊 根本已經長了很久了 其實我們有準備一些情侶必玩的快問快答 OK 然後就是希望等等我問完問題之後 就321 然後你們兩個要同時回答 好 我跟妳說這個環節很重要 因為妳知道嗎 如果沒有這個環節 我可能到結束他都會講話 哈哈哈哈 那我們第一題就是 我要問你們記不記得第一次交往的日期 直接回答 他忘記了 他不知道嗎 我跟你講但是一定是一個 值得紀念的日子 好來 321 6月17 欸你真的不知道 6月17是他的農曆生日啊 好 對啊 你看是不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 是 因為這樣他比較好的機會 沒錯 因為我怕我忘記 2 1 10月24 欸他沒講話 他為什麼不想承認你知道嗎 因為好其實確實 我們那時候10月24號是有點在曖昧 然後我就不管他 他就叫我不要發文 反正 我跟你講我老公的IG貼文 我是2022 10月24 大戰這一行的中間喔 你知道我是C位 我在C位這裡有沒有看到 你看他又開始腦子 這裡 然後這一張照片 是我幫他拍的 我自己我一定要對比一下 來 你有沒有follow我 你知道我那時候剛複合的時候 他被他朋友 喔要逼掉啦要逼掉 他被他朋友發現他沒有追蹤我 真的假的 真的很過分對不對 好我的在這裡 你看 這一張是他幫我拍的 來吧 然後那時候 我也是10月24 所以我們就只好訂10月24 因為那是我們第一篇發文的時間 對所以他一直不願意承認 因為他覺得那時候還沒有 但沒關係 我們就是訂10月24 他今天到底是不是 被你壓著來錄影 我兩天前才知道 我跟妳講 欸欸欸欸 但是他其實痛病快樂者 我跟你講我們今天穿的這情侶裝 還有這個帽子 是他剛剛去西門町買的喔 他買給我們的 所以他其實是 也有在重視嘛 對不對 都已經要上戰場了 也沒辦法好嗎 那我想要問一下 你們最喜歡彼此的哪一個部位 好 3 2 1 眼睛 兩個人都是對方的眼睛 兩個人都是對方的眼睛 對 欸他睫毛超少人 也只剩眼睛 欸你很過分 康康宅男女神 被講到只剩眼睛 欸我覺得眼睛漂亮的 女生比較吸引你 對他眼睛蠻漂亮 對啊 那其他部位就是 其他部位就 也還不錯啦 哈哈哈哈 好OK 你是要打擊我自信心思嗎 最喜歡對方的哪一種個性 喔好 簡單兩個字或三個字形容得好 好 好來3 2 1 善良 OK他也有善良 跟他相處的過程當中 他對朋友都會優先釋出善意 他自己吃虧 他還是會覺得說沒有關係 反正就是大家都互相 對啊我覺得 現在很多人都會比較 保護自己的情況之下 他算是比較難得的個性 跟他相處起來比較輕鬆 也比較自然 因為兩個人相處就是 輕鬆比較好 對啊 感覺是 你們有沒有哪一個點 是讓對方覺得說 啊就是他了 就你總是會有一個moment說 他就是我要的那個人 我一定要跟他共度下半輩子 完蛋他好像遇到這個 兩天前 他問我的問題的時候 我到現在還在笑 你很夠笨 那如果是我老公的話 就是我剛剛就講了 他是光專一跟誠實 我完全不用看他的手機 他手機真的很無聊 我會買東西的 不然就在打球的 就沒有東西 他就很boring 我就直接關掉 我就再也沒看過他手機 對 所以我就覺得 哇他讓我很安心 甚至是他單獨跟女生出去 我都覺得沒關係 哇 真的 對 你們彼此想要有幾個小孩 好來3 2 1 三個 喔 是有討論過真的是 對 因為我覺得一個小孩太無聊了 不然你來講 問你三個 我有一個弟弟啊 然後我就覺得說 如果經濟允許的情況下 有兄弟姊妹比較好 對所以我想說 兩三個 應該會比較快樂一點 對就是這樣 喔 所以還是會希望有 讓他們有兄弟姊妹 對啊 那我想問一下 你們在家誰的生活習慣最差 用手指就好 來3 2 1 他看我 你覺得他生活習慣哪邊 我覺得我們兩個都沒有到生活習慣特別好 只是因為我爸媽本來就 從小就 比較希望我們男生多 多幫忙做一點家事 所以我跟他在一起的時候 盡量家事就是我在做 因為 他如果幫忙做的話 家事會變比較多一點 難怪他那時候要你跟他結婚的時候 你有一直 就是我 要閃一下 沒有 他很快樂 他很快樂是嗎 那我想要問一題 你不用回答 好 你有沒有曾經覺得你被逼婚 曾經喔 就點頭搖頭就好了齁 來3 2 1 一直都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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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該死了 他可是… 我沒有